你们是来给捡红图求情的吧 我们不会原谅他的 你们走吧 红图犯的错 他自己应该承担责任 我们俩不是来求情的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后面的事该怎么解决 没什么可商量的 法庭上解决 我的话都白说是吗 你还在和他见面 难道你们的勤奋 比你弟弟的命还重要吗 我啥意你误会了 盈佑 你可真有本事啊 简家人都可以为你跟我顶嘴了 你忘了他们家是怎么害我们的吗 你一辈子都对不起你爸爸 也对不起你弟弟 你和他们家人过去吧 不用再管我们的死活 你现在就给我走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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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是您说的家属 我是 病人已经醒了 要转病房 你们去办手续吧 好 妈 姐 放心吧 我没事 你怎么会没事 妈都担心死了 对了警方图在哪儿 她被刑事拘留了 直了 不许你这么说 你知道吗 你差点都没命了 姐姐和咱们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要让他们去坐牢 我这点伤算什么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妈 妈 你放心吧 这事我们都想错了 一开始就得冲着人去 这次抓的是结婚图 但是最应该坐牢的是简明敏 妈 你放心 如果他们再敢来 简明敏跟结婚图的想象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比你的身体更重要的 您说 你拿命去跟他们听 不值得的 简家害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剩下你一个妈了 只要能保护好你们 我做什么都值得了 你用 你弟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来看看你 我们去那边聊吧 是解婚程告诉你的吗 是天津也告诉我的 你们家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我应该来看看你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现在 真的不方便贪望 我理解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自己付出那么多 一直为的是保护家里人 但是事情 却总是事与愿违 一直让家里人误解着 其实蒋红尘 他现在跟你一样 自从他姐姐 听说你们有联系 就一直认定她是叛徒 他一直解释 她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你们两家人好 可是换来的 是更深的误解和职责 她大姐 把红图入狱的责任 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 逼着她 逼着她 找你们千谅解数 为的是 给红图清盘 其实她心里面是非常自责的 简佳发生什么事跟我没关系 现在是我弟弟躺在医院里了 现在是我弟弟躺在医院里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办 悠悠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替任何人说情的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只是 我看到你们俩现在那个样子 我心里特别难过 之前 你们两个都帮过我那么多 可是现在 你们两家人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只能来看看你们 对不起 话有点多 你别介意啊 我是真的 不想看到你们俩再继续煎熬下去 我相信 你们俩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你们俩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您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 注定都是无解的 我相信你 我相信蒋红尘也明白 我相信蒋红尘也明白 有些事 没法改变 我能看出来 明佑 她真的是无能为力 她一定也不希望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但是 她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太难了 你也太难了 他们哪 现在都在气头上 也怪我们太着急了 过两天吧 过几天 过几天 他们家冷静下来了 我们再去求求 我相信这两家都不希望继续把事闹下去 别想了 想定又会理解 这事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也倒是因为我 让你们之间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说 这个吃饭 我知不知道 他也不得为自己在此 我感觉 这个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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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不会签谅姐书的 我不是来替宏图求情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跟你们家人闹得越来越加 你背负得够多了 这事你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那姐明明那边 我会说服她的 您让您说我好好养伤了 各种费用 我们依法赔偿 我就不当面见她了 就跟你说一声 希望这事赶紧过去 我走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